当时正在把这些球来做参考 那么把它解破 我分析它的长短、中量、宽度 这些特性 当时卖的最好的是幸福牌 那么我看它的球的状况不好看 做得不太公正 所以我有办法做得比它更好 陈正丽先生他是我们成功大学管理学院 他毕业的一个校友 毕业后因为他所经营的事业 就是在于运动相关的器材 也就是我们现在国家可能比较热门的一个羽球项目 成功大学最近盖了一个新的体育馆 然后有一层楼是我那一种羽毛球运动的 捐赠了学校有实面的一个羽球的地点 然后让所有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每年成功大学也会都会暑假都会办一个成大的羽球公开赛 也都是由陈正丽先生他来协助赞助所有的相关的一些产品 就好像是在养一个球队的这种感觉啦 整个要提升经济成绩的方面 我们最care的当然就是羽毛球拍 那我们就想到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自己来研发一支不错的球拍 如果能够去找到一家世界比较有名的球拍来一起合作的话 那未来在整个学校在跟产业界之间的结合 他就会更有他的一支的一个效益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到的就是说 我们的校友陈正丽先生他刚好做的就是羽球拍 而且他的胜利牌又是全台湾第一的世界第二的 希望他也能够再协助这个部分啦 那我们的部分就是在他的球饼的部分 把我们所设计好的晶片把它放到这个球拍 让这个球拍比较属于一些智能化的球拍 跟他们的工程师怎么样做配合这三年多来 陈正丽先生也依光了相当多的一些赞助 但是陈正丽先生他会觉得就是说 如果能够做出一支球拍 是可以让我们全台湾的人民能够使用 用一些比较科学化的方式去获得这个运动的一个价值 可以让我们整个国内的整个的羽球的一个成绩 能够在国际上更进步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去做的事情 成功大学就跟陈正丽的羽球公司 大家合作的就非常的好 这三年多来就几乎已经是快要可以上市的一个产品 这也是我们最想要做的 就是它乱了 我们下班了 在这一年多来就会 tomatoes了 我们下班了 这有一条没有提升 我们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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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们下班了 我们下班了 我们下班了